孩子写的文章都是大白话 怎么办? 为什么孩子一写文章都是大白话? 这是因为孩子在掌握词汇方面太匮乏了 我是陈老师PityChin 一名马来西亚的华门老师 教书也有30年经验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句子 比如写看 普通孩子写 他看向门口发现有一个小姑娘 有词汇积累的孩子会写 只见他定定的注视着门口 一个小姑娘从门缝里探出头来 夜莫六七岁 这时我们从句子中可以更加清楚 作者是怎么看到小姑娘 所以要写好作文必须要有内功 内功靠什么? 不是打功夫 靠的是阅读 尤其是精读 精读需要实现从输入到输出 把大量的词汇内化 积累大量的词汇后 我们逐字逐句地进行书写 再学习写作的技巧 你就天下无敌了 感兴趣的家长 赶快点击一下的链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